今日是我就任行政長官之後首份施政報告 深感任重道遠 我反覆思考大家最關注的是什麼 市民對香港有什麼願景 他們對施政報告有什麼期望 我感謝市民和社會各界 在過去三個月提供了大量意見 我感謝我的團隊的支持 齊心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一國兩制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保障 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經歷說明 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建的特區憲制基礎和秩序 落實好愛國者治港原則 維護好國家安全的大道理 一國原則越牢固 兩制優勢越彰顯 我們會繼續堅定不移 維護特區的憲制秩序 維護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 進一步推展憲法、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基本法推廣督道委員會 將改名為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道委員會 反映政府對推廣憲法工作的重視和決心 維護特區的選擇 一眼中 次國安法委員會